嗨,大家好,我是阿Q,Tara Hiller Q 今天做这个视频的一个目的是为了想要让大家更多的了解阿Q是谁 阿Q的频道到底在做些什么 以及关于我的一些观念和想法 关于塔罗,关于自我修复,关于心理疗愈之类的一些事情的一些介绍 然后关于阿Q,我是塔罗疗愈者,远远性人格患者,脾气不好的话老,老灵魂加小女孩,流浪的偏执狂,爱摄影旅行谈唱 我不是什么塔罗老师,然后我只希望可以成为你可以信赖和倾诉的老朋友 其实我是借塔罗之名来行心理疗愈之师 所以这个是一个真实的阿Q 然后我不希望大家把我当成一个老师或是一个专业的塔罗师 我是希望我做塔罗这件事情能够给频道面前的你带来一些真的人身上的一些建议和帮助 以及真的有疗愈到你,能够让你往一个正向的方向去走 这才是我做这些频道的一个目的 然后至于阿Q本人是一个非常有脾气的人 然后我也很爱讲话,但是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很爱讲话很爱表达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次老天把我带到YouTube这个频道 然后去分享观点,然后去表达自己的一个礼物吧 但因为可能听过阿Q频道的人都知道我为什么说自己是边缘性人格患者 因为曾经可能我有在抑郁症的一个黑暗当中挣扎和纠结过 所以我可能更知道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会希望说,当你从那个黑暗当中走出来 我是希望自己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 能够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感受 以及借助塔罗这个工具 能够帮助到更多更多的有需要帮助的人 然后我有讲到说 我是有血有肉非常非正常解牌的塔罗初学者 然后希望只能能够帮助你一起完成人生这场学 然后关于塔罗牌,我想讲到的事情是 就是其实真的是阿Q有在经历过一些黑暗的过程当中 塔罗牌算是一个救赎的工具吧 有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发生 它有一个timing 然后可能就是那个timing 你转变了你人生的一些方向 所以我会想说 塔罗是一种自我修行的工具 他曾经救过我 然后我也希望他能够以这样的方式 让阿Q能够帮助你 能够拯救一些在黑暗当中suffer的人 然后我是希望真的能够给你们 一些有迷茫有困惑 或者正在经历黑暗的你们 真的能够得到一次帮助 你能够感受到塔罗 他给你带来的一些力量的变化 然后当然我也需要强调和一而再再而三强调的事情是 塔罗不是一个算命工具 即便是他有一些fortune teller的性质 他会有一些message 可能真的是在告诉你预知说可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我觉得这个不是你需要知道的重点 它也不是你需要知道答案 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去经历 只有当你经历了你有那个顿悟的过程 你需要知道说这个时候是时候改变了 你才能够去改变你的人生 你才能够去改变你当下的一个负面的能量状态 所以我喜欢塔罗 然后分享塔罗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要的点是 你的命运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 你不需要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然后去去祈祷 然后所有东西都ok了 他是一个告诉你说能量是变化的 你是在成长的 你是在不断变化的 所有的决定和选择取决于你自己的理解和你自己的一个决定 所以能量是可以改变的 结果是可以改变的 重点是在于说你自己如何清理你自己的内心 这个是塔罗关于自我修复人生完整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我很欣赏的一点 也希望这个价值观能够是被你们所喜欢和接受的 这样你才能够更好的利用这一份工具 还有另外关于塔罗的一些事情 我是想要讲的事情是 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信仰系统 在争夺对世界解释的成立 我们都知道科学可以解释 很多物质世界发生的一些现象原因之类的东西 所以当很多人会觉得说塔罗牌 或者说这些spiritual energy是一个迷信的东西 但其实我觉得只是它有就是包括五行八卦 包括阴阳包括占星学这些东西 它其实有自己的理论系统 它只是在在争夺一个跟去解释这个世界的成立 所以我会觉得说你可以相信你相信的就好了 所以不一定要完全说我就是要相信这个东西 我就是相信上就是有上帝 我就是相信有神的存在 这个都其实是你自己的信仰系统而已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人是由主观世界组成的 所以当你相信一样东西的时候去相信就好了 然后不要再去有更多的 就是不要尝试着去影响别人的相信 或者说去尊重别人的信仰 也去尊重你自己的信仰 我觉得这个是OK的 就是至少说你有一个支持你往前走下去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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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系统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OK的 当然能量守恒定律和业障因果循环 我觉得这个是至少是阿Q所信仰的东西 我会觉得说当你做一件好的事情的时候 也许当下不会马上有好的回报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放长过去 它的那个收获可能是会更大的 所以所有东西都是互通和反射的 我是希望说去尊重别人的系统 去尊重别人的信仰 去也去相信和理解 就是Trust信任你自己的信仰 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 塔罗还真的只是一个工具 去帮你完成你们自己的人生课题 然后还有就是我刚刚有讲到的因果关系的这个东西 呃 业障因果这件事情就是Karma 就是在我会讲到说其实这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 就是如果有人用残忍的方式伤害了你的灵魂 其实真的不用招局去相信 愤怒 执着 不甘 报复也好 其实所有他现在带给你的灵魂的伤害 都会以同样的方式通过其他人或者其他的事情 再反射回到他的身上 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所以这个也就是所谓的动态能量平衡 你不需要去做些什么 你只要做的事情是清理这些伤害给你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 然后慢慢的让这些能量去往正向的一个方向去走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能量动态平衡和业障因果的运作方式 但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可能宽容和开放的态度 就是每个人都是第一次活 我们都会犯错 所以有的错误可能你需要去用医生去弥补去纠诊 但我们去换个角度看问题的话 其实真的是所有的失去都是一种收获 有些就是那些破碎的灵魂背后 其实就都是一个涅槃重生的过程 你会发现你只是走了一条曲折的路 得到了一个更强大的你自己 因和果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尝试用善解去化解恶果 丰盛的人生回报才会随之而来 然后这个就是我需要跟大家强调的和分享的一个关于业障因果卡马的一个观点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然后最后讲到关于通用占卜和个人占卜 很多朋友在问说通用占卜和个人占卜的一个区别 这里我想要讲到一点 就是generating通用占卜是大众的一个能量的一个集合 他可能是有很多很多的信息 台面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信息想要去想要阿Q去传达 那但是这个信息的传达不是会符合到每一个人 我只可能说尽可能的去传达到更多的信息 能够cover到更多的人 所以他不会跟每个人都相关 他也没有绝对的准确性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去轻易的去对号入座 我就去听取跟自己相关的一些信息 能够得到一些指引帮助 或者是疗愈也好 这个就是generating的一个目的 然后其实那关于个人占卜的话 其实我必须要强调的一点 就是他没有办法去回答时间性的问题 因为塔罗牌它是一个有时效性的东西 它最长可能是一年的事情 或者最短是几个月 根据你自己的能量状态变化去看 所以个人阅读他其实没有办法去回答时间性的问题 比如说你问我什么时候能够遇到你的真命天子 Why? I don't know 就是我也无法知道 我也不可能从塔罗牌里面告诉你说 你什么时候能遇到你的真命天子 所以就是它是无法回答时间性的问题 但是因为个人占卜的话 它可能是根据你个人的情况 然后以及你当下实际的问题 去给到的是塔罗牌给到你的信息 所以它更加实际一点 所以它会更有一些 对你人生的一些实际的问题和困惑 有更多的一个信息参考性的价值 然后但是其实我觉得在RQ的个人占卜的过程当中 我会觉得说我更多会更偏向于帮助于你清理内心 和去疗愈一些事情的一些过程 因为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部分 至于具体怎么决定 然后具体这个事情怎么样做 可能也许会出现的结果到底是怎样 也许塔罗牌能告诉你 但是重点还在于说你自己如何去做选择 你自己如何去做改变 所以可能在RQ的个人占卜里面 可能更多的是帮助你清理内心 和疗愈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必须要 不管是通 强调的是 不管是通用占卜 还是个人占卜 塔罗牌给你的信息 只是参考 改变和选择的权利 始终都在你的手中 然后这个是我一而再再而三 去抢 然后最后关于RQ的个人占卜 就是我有在讲说 其实RQ不是算命先生 就是I'm not fortune teller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找RQ做个人占卜的话 我是希望你是有具体的困惑和迷茫 然后你是真的有无法倾诉的秘密和痛苦 你真的找不到出口了 然后如果当然如果你是有抑郁 或者抑郁情绪找到出口的话 我希望RQ的切身经历 然后这样一次个人占卜的机会 能够给你提供真实的占卜 虽然我不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 但是我是希望说能够通过塔罗 通过我自己的经历 能够真的帮助你从黑暗当中走出来 你不需要去一个人去承担这些东西 然后当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你是真的是希望去清理自己的内心 然后去可能理清当下的能量状态 你需要去获得一些疗愈 Find RQ的个人占卜可能都是适合你的 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然后我想要跟你讲的事情是 这个服务我没有办法提供 然后我也不会告诉你未来到底会发生什么 因为真的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你去经历 你只有当你有那个 有那个顿悟的时刻 你才会知道说我真的接下来录该要 然后关于RQ个人占卜的一个价格和付费的方式 然后我会想要强调的事情是 就是所有的时间都是有价值的 RQ不是慈善家 所以我是希望说我能在短有效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 能够真的给你提供帮助 这个价钱是根据不同的地方有一个价格 然后我在这个PPT上面都有写 大陆地区微信支付是200块人民币30分钟 然后新西兰或者澳洲地区是可以银行转账的 因为RQ目前人在新西兰是40$的就是新西兰元 然后台湾地区的话是新台币就900块 然后其他地区的话可能也许有可能在其他地方留学或者朋友 然后这个是美元30到 然后这个是所有RQ 然后这个所有的价格都是30分钟 然后通常的话30分钟是只能够用问一个问题 因为大概要包含抽牌洗牌 然后以及电话解答的时间 所以通常是30分钟 然后如果你有更多的问题 或说你想要更长的时间 你就是30分钟30分钟一次这样去预定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RQ目前现在只能接受新西兰的银行转账 所以推荐去使用PayPal或者是微信支付 然后你去完成这上面的任意金额 你选择任意币种不管你在哪里都可以 然后下面这三个方式是我的付款 然后关于RQ个人占卜的一个预约流程 我想要讲的是先预约时间 然后是通过Facebook粉丝专页 然后他可以看到我现在Available的时间 然后你可以去敲定 然后如果时间OK 我会去告诉你 然后去告知你我的联系方式之类的 然后如果不行我会直接去决调 这个时间告诉你说我不OK 然后这个可能更方便一点 通过Facebook粉专页 或者是如果比如说你不能去上Facebook怎样的话 那你可以通过Email跟我预约 就是预约时间 然后因为有时差问题的话 所以希望大家是可以去先查一下 说跟RQ这边信息栏的时间的时差的问题 我们去协商时间 然后第二个就是当你预约完时间 我确认好而这个时间OK 发没有问题 那好我们可以去完成付款 然后付款的话我是希望是大家 收到Messenger的确认信息 就是我确认这个时间OK 以及或者是确认邮件我OK 你再去完成付款 然后付款的方式的话 我刚刚在前面已经有讲到过 然后第三个就是添加好友 就是我可能通过微信或者LINE 来去做电话的一个语音的一个占卜的一个过程 然后最后就是当你添加完好友之后 然后你把问题发给我 然后我们再按约定的时间去做电话占卜 这个是一个整个的一个预约流程 因为有很多人问我 所以我想说我还是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介绍 然后来去讲清楚到底怎样 然后关于预约时间 然后这个页面的话 可能大家去做Terra Helicule小写去也OK 然后那个有猫的头像就是我的FB粉丝专页 然后我后面也会在里面去分享一些关于塔罗学习 或者一些我自己觉得可能一些有价值的一些文章的分享 或者是我自己会写一些东西 然后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然后其实这个专业主要是为了来预约时间用法 就有这个功能 然后大家可以直接在上面去看到这个 appointment availability 然后可能因为我用的是英文版本 然后大家可能试下语言 就是可以预约时间 大家可以看我可选择的时间 但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及时更新 你还是可能去点一下问一下 然后我到时候会告诉你说 呃这个时间到底 哦不 好然后这个是关于阿Q的一些 social media的一些联系方式 然后instagram 我的instagram 其实可能会日常分享一些我的生活 因为我会觉得说 就其实 我觉得我跟大家 屏幕面前的所有大家 大家都是一个 就是我都是一个正常人 一个普通人 我会分享一些可能 我喜欢拍照 喜欢唱歌 然后喜欢各种有趣的东西 那我可能会有些日常分享 当然也会做塔罗的一些分享 然后这个是 而且是一个 我会去做一些通知的一些渠道 然后就是instagram 然后大家如果就是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follow 然后第二个是email 然后email的话 其实email和facebook 可能都是更多主要于 用于个人占卜的一个预约 然后大家就是 如果是真的有需要的话 可以去去关注 然后最后一个是我的个人博客 然后这个个个个人博客 可能跟塔罗没有什么关系啦 就是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些 呃个人的一些生活的一些记录 然后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 但是这个不强求 因为可能这个是另外一方面 因为我会觉得说就是 呃塔罗不是我人生的全部 我还有 我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人 我不希望大家喜欢我 只是因为说 呃我讲塔罗讲的好而已 就是我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然后我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是可以分享 可以去讨论 可以去去 大家去交换idea的 所以我也很欢迎大家 可以去关注我的个人博客 然后去看IQ的生活到底 在经历什么 然后关于 呃这是这是最后的一个部分了 然后是真的很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然后因为做塔罗这件事情 因为做YouTuber这件事情 其实让我的人生有一些 很大的一些转变 所以如果你喜欢 Q的频道的话 然后你真的是觉得 从这里可以带到 你自己的人生的方向 或者一些疗愈的话 欢迎大家去订阅我的频道 或去分享给你自己的朋友 然后如果你想提供实际的支持 给阿Q的话 也欢迎赞赏任意金额表示支持 然后我的赞赏链接在下面 然后这个是PayPal的链接 然后就是不管是实际的支持也好 还是就是从心里面支持都好 阿Q是真的非常非常感激这一点 因为是能够得到大家喜欢 是我真的是何德何能能够得到 这样的一个大家的喜爱吧 然后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激 然后最后的话 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句话 愿你历经山河觉得人间值得 就是你需要去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 你才会知道还是有很多很多 你值得去经历和去收获的事情 所以感谢大家的喜欢和支持 然后我也非常非常希望能够跟你交换 不同的人生故事 好 谢谢大家